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天樹 賺錢真快速 今天拉高結算 在我們預期之內 因為你有預測 你就能夠避開 拉高結算的風險 在昨天傳承稿裡面 其實我們寫的很詳細 我們認為今天的走勢 在早上的時候 他就已經開始表態 所以整場是膠著 K線收漲 所以當你知道這種概念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 掛高點空 什麼地方空 我們今天做11月份9268 為什麼要做11月份 因為10月份如果要拉高結算的話 我就讓他拉嘛 你說11月份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投資朋友 今天是不是這樣子 吉拉知道橫向整理 所以你說預測這麼重要 你看11月份的 因為這線還沒跑出來 好投資朋友 在當下我問你 這個地方你敢空嗎 最高多少9268 你敢空嗎 我們盤前掛9263 正負5放空 所以最高9268 我們家空到的 所以可見預測真的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問說 啊 何必預測呢 來投資朋友你看一下 這是10月17號 兩天以前 當時的這個位置 我給你提到什麼 他要單垂探底 所以K線 你要懂得他到底叫什麼名字 你如果不懂 你會怎麼做 不必預測嘛 因為當時的情況是破線 破線你一定做放空 而且你還做空單流餐 我上次跟你講說 你要把錢當錢 不能夠把錢當做一回事 很多人說 幹嘛預測 不要預測嘛 跟上去就對了 看到突破 跟上去做多 打下的過程裡面 在那邊掙扎 看到這天長A破下來之後 多擔停損 多擔停損 反手放空嘛 為什麼你會空 因為不要預測嘛 因為既然破線 順勢去做 放空 那結果怎麼樣 從這個位置 高到這個位置 2000錢放空的人 今天怎麼樣 又翻口供了 準備看多 所以說外資到底是硬幹 把它拉上去呢 那是你不懂的K線 你看不懂K線硬幹 你就準備雙八 投資朋友 K線重不重要 你如果不把錢當做一回事 你輸錢你覺得沒關係的話 你就不要學K線嘛 你用指標 指標這邊一定是看空嘛 甚至於空當還流昌 到今天 到今天蹦蹦蹦上去之後 你這地方怎樣 你一定方口供 10月17號我怎麼講 10月17號嘛 這一組線是屬於當錘探底 好 我的看法是 因為當時破季線回抽 那台灣50跟摩台其實都沒有破 還有量桌看底 翻紅還有電子的匯損 結果翻紅 比進東西還強 所以結算只剩兩天 外資目前持有的多單 請怎樣 小心片線 比如說這個行情裡面 它的短線 會反彈 但彈的過程裡面 以殘線而言 殘線的規劃是這樣子嘛 二芝西 所以殘線而言 它這邊還會破 同學朋友你知道講什麼嗎 短線上 因為只剩兩天結算 你要先避開這個 外資的片線的一個軋空 後面你才會去佈局 這樣一個 二芝西波的一個 鏡頭的最佳空點 就是為什麼跟殘線說 你沒被軋 你才能夠放空 你不用說放空之後 不甘願再空再空再空到最後 結算了 你的空單 在最高點結算之後 下個月的新合約 11月份 你就沒有這種信心感去做單了 當你操作有問題的時候 我建議你回想一下 你為什麼會放這個錯誤 有沒有 當水探底都跟你講過了啊 這是我們的看法嘛 好 所以我們當時跟你講到什麼 10月17號 這根線的時候跟你講什麼 它屬於當水探底 有沒有 多方步步為營 隔天收漲幾率多少 78 三天內漲幾率多少 79% 投資票 有沒有 這個在昨天的節目上 都跟你講過了 比如說從K線裡面 透過統計 上去 根本不必壓抑 你有預測你就不會歡 你有預測你就不會走錯步 你懂K線 你就不會糊裡糊塗賠錢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怎麼講 18號昨天 它是屬於單槌打磚 這個龐根錯節的機會與危險 與危機 小資族也能夠做台子 只有你學好功夫 為什麼這麼講 你如果看不懂的話 你會怎麼樣 你的空檔被尬到 不甘願 留餐 你一留餐 上去之後你一定挺損 甚至於早上的時候 這邊 就給它亂空 這邊可不可以空 不能空 你要空 必須等它拉到哪裡 這個位置 相當於台子期的近月份這邊 但因為我們沒有做10月份 我們做11月份 所以我們就空這個位置 空到最高點 同志朋友 證據在哪裡 10月18號的時候 昨天嘛 我講什麼 台股從9327 回落到9071 反彈0.618 多少 9230 那目前我們看到什麼 大房只在做個暫時反彈而已 中幣再破 下行目標8885 這我跟妳講過對不對 好 就這個意思嘛 目前大房在做一個暫時反彈 所以大房在反彈的過程裡面 你要怎樣 先避開 先避開 在殺的過程裡面 避開這個軋空 對不對 所以說你說 這個地點會不會破 這個地點會不會破 以殘線而言 它都會破 上次我跟妳講過啦 有沒有 所以18號講什麼 昨天講什麼 這一組線 當錘打磚 又是屬於定海神針的其中一種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明天 明天 指今天 法人主導結算 蛋焦灑 同志朋友 法人主導結算 請問 漲還是跌 可以亂空嗎 節目上我跟妳講這個東西 其實我是提醒妳 請妳不要隨便亂做 妳是我們的會員 妳收到我們的傳承稿 我寫的很詳細 投資朋友來看一下 美國的看法是長 台股的看法是 結算法人出手動作大 使空方有所顧忌 所以多空結算 的勝算 在早盤就已經定了 中後禪只是焦灑而已 就這個意思 所以法人主導結算 在早上開盤的時候 一拉上去的時候 多空誰贏誰輸 定了 定了之後 就焦灑了啊 是不是 現在妳收盤 妳回過頭去看 Ona老師所講的 節目上都告訴妳 妳是會員 清清楚楚 甚至跟你遇過什麼 收掌 沒有任何的模擬兩可 所以當從當日而言 我們從K線 去預測隔天的K線 預測目的在幹嘛 提早動作 早上8點39分 我跟妳提到 因為我們在昨天寫的東西 是屬於10月份 純南稿 摳訊 會寫什麼 11月份 9263這個數字 看到沒 11月份 關鍵價 9263 9224 9176 9137 所以我們 預測 高點多少 9263 8點39分 8點39分 同時發訊息 11月份 11月份 算清楚 11月份 預設 9263 正負5 放空 這63 好 正負多少 9258 到9268 做空 至少兩口 大台 停順點 設36點 是很清楚 時間 開盤前 起貨會員 我們起貨會員 只有一組而已 你放心 全部只有一組而已 沒有給妳分什麼組 11月份 空 9263 正負5 9268 是高點 好 訊息發出去 你單子掛出去 盤還沒開 9點30分 多少 9268 9268 9268 結果呢 空到這個地方 殺到9240 再度賺錢 再度賺錢 投資朋友 我要講什麼事情 一般能做期貨 心情會隨著這個盤勢 其他人知道怎麼樣 做空會怕 空手怎麼樣 怕手中沒有多當 好 後面我問你 如果以時間來看 拉上去的過程裡面 請問 你敢做空嗎 你笑要嚇死了 你一定停損 你做空一定停損 人家是不出手 不出手 一開盤前 掛空單 掛多少 你再看清楚一點 8點39分 9263 正負5 放空 所以 拉到9268 58到68 請你勇敢放空 空下去之後 賺錢啊 是很輕鬆 好 所以投資朋友 這做11月份 今天剛好 10月份結束了嘛 那我們來總結一下 總結一下 這是我們10月份所做的 27站 20勝 總達政 893點 893點 這是10月份 我實在你說 我們在操作 我們都去做紀錄 就是說 針對我們過去所做的 你反走過 必留下痕跡 我們透過操作 去檢討 為什麼這筆會對 那這筆會錯 對的 理由在哪裡 學起來 當做經驗值 錯的話 去追究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錯 改正 下次不要再放 所以你會有透過這樣的方式 成功的操作 你的操作 不斷不斷的進步 所以我只跟你講說 我並不是告訴你說 操作沒有風險 我也不是告訴你說 操作卻可獲利 我只是告訴你 人家這種心態在做操作 透過對 保持對的 錯 檢討錯在哪裡 改進 跟你講 10月份賺多少 過去四人 後面你要怎麼賺 那還是重點 投資朋友 為什麼預測很重要 我們這一次的上課 你就好好把握 因為我們在這個禮拜天 會開課 頂級技術班 只剩三天 這屬於最後一場 你錯過了 機會不在 你就好好把握 操作為什麼要預測 你懂預測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都能夠做 為什麼這麼講 投資朋友 我讓你看一下 這是我們10月份做的選擇權 我們是以小博大 就是說 你用買進 選擇權的方式 去賭 9200 扣買 118 賣 135 然後 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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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資金比較少的話 你只能用3萬塊來做選擇權 3萬塊做一筆 一探做完之後再一探 占下多少 6萬7 6萬7是只獲利 並不是本金 本金在上面 什麼意思 你看嘛 118賣 135賣 5口嘛 甚至2萬9 2萬9500 在3萬塊範圍內 好 這筆賺了4000塊 放口袋 接下來 65買 71買 做9口 2萬9 那這一筆賺2700一樣 放口袋 你就一直拿你的本金去做 第三筆 50買 89出 做12口 3萬塊嘛 這筆賺2萬3 好放口袋 4000 2千 2萬3放口袋 接下來這一筆 39買 70出 你放2萬9 賺2萬3 放口袋 一樣 59買 86出 空置在3萬塊以內 賺1萬3 你把你賺的 放在口袋裡面 一探下來 5次 6萬7 投資朋友 所以你知道 預測的威力在哪裡 它能夠讓你的錢發揮到極大 你操作 3萬塊 這是你最大的風險 你下去了 做對了 把錢放口袋 做對了 把錢放口袋 反正你最差 3萬塊輸掉 沒有了 那賺錢的部分呢 就6萬7嘛 這屬於一個 比較 穩健的一個方式 還有一種是比較積極的 一樣 本金3萬塊 做一筆 一趟做完之後 本金加利潤再凹下去 它能夠創造多少 13萬8 你能夠想到 本金3萬塊做選擇權 透過5次下來之後 能夠賺13萬8 投資朋友 這個 進跟出的點位 一模一樣 猜哪裡 口述問題 你看 一開始的時候是3萬塊 118買135出 5口嘛 因為你是投入了29000 所以你這筆賺了4200 好 4200之後再把你滾進去 就說賺了錢 不要放口袋 再凹下去 3萬4嘛 好 6500買71出 做10口 因為你可以做3萬2嘛 是賺3000塊 好 把3000塊一樣 再凹下去 所以你有3萬7去做 50買89出 14口 你放3萬5 賺多少 2萬7 再把2萬7 再凹下去 你用64 6萬4去做 39買70出 你投入64 賺多少 賺5萬1 再把5萬1 再凹進去 後面你怎樣 口 金額變大了嘛 金額變大 一樣 59買86出 做39口 賺多少 5萬2 這邊你所賺的 投資朋友 加起來多少 13萬8 是賺的喔 本金在這邊 3萬塊 所以你會預測 看你本身 你要用賭的 還是說 你說啊 我要放錢 錢放口袋 投資朋友 一樣是本金 這個的方法是說 賺錢放口袋 頂多輸3萬塊而已 這個方法也是一樣 他頂多 賺的錢不見了 假設 這邊都沒有了 都輸了 他頂多3萬塊 輸掉而已啊 因為你賺的 本來就是沒有了嘛 3萬塊賺到之後 再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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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攤下來多少 13萬8 所以是預測的威力嘛 我不是在告訴你說 選擇權 保證獲利 我也不是在告訴你說 期貨選擇權操作沒有風險 他有風險 但你能不能夠控制風險 這才是重點啊 所以我們這次上課 投資朋友你就好好把握 頂級技術班 碎形陰陽線預測學 倒數3天 我們這次上課內容的話呢 會提到 告訴你什麼叫正宗的 碎形陰陽線的精髓 透過K線的碎形 去看懂市場在想什麼 應用K線變化去預判 未來的可能 精通K線 掌握趨勢 城市的奧秘 判多空 還有歸納K線 找出它轉折的模型 以提現什麼 你的操作的效率 我們這次上課 是以這一本書 這本書很厚 是我寫的很厚 大概有400多頁 所以我們用一整天的時間去上課 你來上課時候記得帶紙 就是說你可以帶個筆記本來抄一下 然後顏色的話呢 可能又是紅色或是藍色 是兩個顏色的筆 然後去做抄筆記 就是說我們會教你 因為內容很多 必須花一天的時間去上課 那機會難得你就好好把握 因為外面沒有人在跟你講預測 為什麼他們不講預測 你做不到當然說 預測沒用 投資朋友 請問這是不是預測 請問這是不是預測 這是不是預測 這是不是預測 這是預測 每一股掌盤旋五星三降 台股的看法 這個我們開盤都會做預測 那傳統給你推薦什麼 法人出手大 使空方有所過濾 線型反應結算 勝算在找盤就已經定了 所以中場是膠著的 因為找盤已經定了 所以我們的動作是這樣子 預估高點9263 空 9263正負空到最高 那今天掌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其實你可以避開片線 避開法人的片線 傳統給你講到了 勝負在找盤拉上去的時候已經定了 那中場是膠著的 而且是收掌的 好投資朋友 你說操作難在哪裡 難在你的心裡 其實你打他懂的方法就很簡單 這是19號的 這是18號的 為什麼會拉上去 因為我跟你提過了嘛 關頭揚線 指日高升 單垂打磚 有沒有 書上都有 一個是49頁 一個是117頁 一個是233頁 根據這本書裡面所寫的 你去找出他的名字 從模型裡面找出名字 從名字裡面找出他所該注意的一個事項 你就知道為什麼今天會 為什麼今天開盤情的時候就先拉 那為什麼今天是膠著的 沒有很難 都有答案 時間不夠 沒辦法跟你講得太細 所以你就要好好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那目前的看法是這樣子 請留意什麼 是否結算一致行情 明明怎麼看 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來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看準一日行情 受用不盡 看準三日行情 副獎天下 027525868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成都同步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成都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独往独立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 5868 明天怎么看 今天属于量价奇洋 这一组线称之为建大三连洋 所以关键数字跟上脚步 今天预估高点 还有走势收藏 完全预测命中 这一组红三兵支 建大三连洋的解读是这样子 台湾50领先创高 爆出大量 但是台湾50反一 反而没有破底 结算为外资胜 也就是说 这个分界点 前面16天拉锯 只有一天是关键 还有破底帮 目前是属于重演这个戏码 你可以比对当时的情况 这几次的一个情况 所以它可以视为 结算一日的行情 目前外资有8.3万口的进多单 我认为它是怎样 先嘎再杀 预估明天 早盘卖押涌现 你如果错过了 后面你就不要去追了 跟上脚步 我们明天一样 继续再赚 今天我们出手台子级11月份 空到最高点 再度赚钱 总结10月份 27帐20胜 总达正893点 这是11月份的选择权 投资朋友 跟上脚步 我们这次的技术班 最后一场 倒数三天 如果错过 机会不在 哈宝货的机会 明天 带你去赚钱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前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